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这一次我们来说说捷克军团的故事 俄罗斯是一个疆域非常广大的国家 广达1700万平方公里 东西横跨11个时区 光宽度大概就有9000公里左右 这是一个连坐飞机都嫌太远的距离 要征服这样的国家实在是太困难了 不过如果我想跟你讲 有人帅一支军队打穿了俄罗斯的故事 你会想到谁呢 你可能会想到蒙古西征吧 没错蒙古人的确干过这种事情 但是我这一次要说的这群人 他的方向跟蒙古人是相反的 蒙古人是由东打到西 但我们这次要说的故事是 有一支军队由西打到东打穿了俄罗斯 想想真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连拿破仑跟希特勒都做不到的壮举 而故事发生的年代 就刚好夹在这两个人中间 更令人惊奇的是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 原本是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抓到的战俘 是的战俘打穿了俄罗斯 但这群战俘却把俄罗斯打了天翻地覆 最后还带了具有的黄金 安全回到了家乡 这群人就是捷克军团 或被称之为火车上的捷克军团 当然了 要说到这群捷克军团的由来 就要先解释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格局 不然大家会听得很混乱 一次大战是两大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 当时我们讲主要国家 不然全部列一遍太麻烦了 英法二组成协约国 而德奥土组成同盟国 这里我们不提保加利亚 当然也不提幽默的意大利军队 不然的话这集我讲不完 那么捷克军团呢 来自于被俘虏的奥匈帝国的军队 对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同盟国那一边的 可是被俘虏到变成一个军团是怎么回事呢 来解释一下 一次大战之前呢 欧洲有几个历史很悠久的老牌大国 奥匈帝国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呢该国的疆域和人口都是欧洲第三 工业也很发达 不过提一下 所谓的工业发达呢 其实也不是奥匈帝国所有的领土都很发达 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农业地带啦 其实发达的地区就是这次主角们的故乡 捷克这个地方 当时的奥匈帝国皇帝叫弗朗茨 他很有自知之明 他说啊 我的帝国就像一个纸座的房子 如果有人用力踹一脚 就会散开 你有没有觉得这句好像在哪里听过 没错 这句名言呢被皇帝陛下一个卑微的臣民 给牢牢记住了 30年之后这个卑微的小人物啊 就用这句话来形容他的对手 不过那时他已经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元首了 他说的是当时的苏联 然后他发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路上战争 他用他的实力来检验一下 到底苏联算不算一个被踹一脚就垮他的房子 当然后来你们都知道结果 那么回到奥匈帝国来 皇帝陛下说的是真的吗 后来的苏联经过共产主义的武装 已经不是那种踹一脚就垮他的房子 但这个时代的奥匈帝国没有这种精神力量 所以呢 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拼装车型的国度 当时奥匈帝国境内的统治者 是日耳曼人跟匈牙利人 分别占百分之二十三跟百分之二十一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 加起来还不到一半 但这已经是境内最大族群了 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他们叫做奥匈帝国了吧 当然我知道这跟普奥战争的失败有关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吧 你现在先知道 他们是由日耳曼人跟匈牙利人所联合控制的双元国家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两个主体民族加在一起也不过半啊 刚刚不是说了吗 所以另外一半的人呢 其实就是离心离德的其他民族 比如说斯拉夫人吧 而且这些斯拉夫人有各自的语言啊 风俗啊 宗教啊 乱的不能再乱 平常还没事 问题是呢 打世界大战就不能开玩笑 奥匈帝国打这场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像是开着用胶水粘贴起来的拼装车 去参加越野赛一样 是很惊心动魄 如果你是司机 你的车是用胶水贴起来的 你什么感觉啊 战前奥匈帝国三十万军队 主要是日耳曼人跟匈牙利人 因为他们根本不敢让斯拉夫人当兵 但是大战一爆发呢 就必须总动员 这下兵力就暴增十倍 可是呢这三百万新兵啊 总共要讲二十种语言 这种指挥体系只能用灾难来形容 当然这种军队的战绩也是一场灾难 一战中的俄罗斯是打不过德国的 但是面对奥匈帝国这台纸壶的拼装车 却取得了惊人的战绩 这是为什么 你想想看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吧 我们来讲个细节 1916年的时候俄罗斯发动了布鲁西洛夫攻势 俄军在三天之内就俘虏了二十万人 这也不是当时俄罗斯军队有多么能争善战 因为他们对上德军其实也是指呼的 只是受到泛斯拉夫主义的影响 那个奥匈军队里面的斯拉夫人 尤其是捷克人啊斯洛伐克人 他们都算广英的斯拉夫人 他们面对俄军的态度其实是 消极作战但积极投降 你手底下有这一群人 你要怎么对付俄罗斯啊 所以俄罗斯的战俘营里面 很快就涌进了大批的斯拉夫民族兄弟们 仗打了很艰苦的俄罗斯呢 也开始觉得啊 这些斯拉夫兄弟是可以利用的啊 所以呢当炮灰也好吧 所以呢就在1914年呢 就成立了捷克加斯洛伐克部队 这些炮灰当着当着呢 却发现啊老板垮台了 因为1917年的时候俄罗斯爆发革命 撒谎垮台了 而且最后呢撒谎全家都被残酷的杀害了 这个惨剧跟这些捷克大兵的事迹也有关系 这我们后面再说吧 新上台的临时政府啊 这时候还不是布尔什维克政权 这个时候是那种共和派政权 为了换取英法等大国的支持 决定继续支持协约国的战争 继续当炮灰 炮灰越多越好啊 所以就继续让这些 战俘中被挑出来的捷克人跟斯托伐克人 加入捷克斯托伐克布兵旅继续当炮灰 不过此时俄罗斯早就今非昔比 已经逐渐震不住这群炮灰了 然后一个男人恰好在这个时候到来 改变了这些炮灰的命运 让他们从炮灰变成了真正的战士 这个人 此前一直在协约国活动 日后呢成为捷克斯托伐克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被捷克人称为祖国之父 他的名字呢 斯拉夫很长来 我们直接叫他马萨里克 马萨里克被协约国派来俄罗斯 担任捷克军团的领导人 他带来捷克军团的保证 只要捷克军团能够继续对德国作战 那么战后就能获得独立建国待遇 这下子炮灰们的斗志就昂扬起来了 本来啊 在奥匈帝国的旗帜下作战的时候 他们只是当日耳曼人炮灰 心情非常不好 后来呢 跑到俄罗斯这边去 但是其实也是当撒谎俄罗斯人的炮灰 还是不怎么样 但现在是为了自己的民族独立解放而战 这那就不是当炮灰了 这些捷克大兵的战斗力就提升了很多 变成了真正的战士 俄国临时政府当时很捉襟见肘 看这群捷克大兵能征贯战 那也就让他们继续作战吧 而且还允许他们持续扩张军队 那时候这是伊斯兰安打的最激烈 如火如荼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流离失所 所以捷克人很容易就招募到自己的同胞 发展到四万人左右 这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俄国境内一支 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 然而此时风云际会 政局瞬息万变 俄罗斯居然又再度发生了革命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 这个时候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是急需喘息时间的 因为他国内的敌人很多 所以他被迫跟德国讲和退出世界大战 顺便提一下 这个时候讲和条件超级苛刻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满清在同一年内签了马关条约跟薪酬合约 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俄罗斯这时候承受的伤害就有多大 但是这个时候捷克大兵也傻眼 为什么呢 他们在四年内第三次换老板 任何人都会傻眼 而且现在他们的处境就非常尴尬 本来他们在俄罗斯境内帮忙打德国 非常合情合理 也没有人会讨厌他们 但现在俄罗斯跟德国讲和了 俄罗斯就禁止他们在自己的国境内跟德军作战 不然就算违反合约 或被德国人再敲诈一笔那还得了 可是他们想去西线帮忙 继续为祖国独立的奋斗 却又被德军封锁道路 那么那就老老实实放下武器 回老家当平民可以吗 不好意思不行 因为此时的捷克军团 被奥匈帝国视为叛国者 一旦在路上被德军抓获 可以不经审判直接枪毙 那怎么办 没关系还是有活路的 因为此时的捷克军团 跟此时的苏尔埃政权 还是有共通点 什么共通点 他们都很恨德国人 毕竟苏尔刚刚跟德国人 签了史上最屈辱的条约 叫布列斯特条约 其实这个原名叫布里托克里斯特夫克条约 这个名字我当年第一次在书上念到的时候 念得咬到舌头 这是一个地名 签约的地名 就跟马关条约是个地名一样 那苏尔对德国人也是恨得咬牙切实 所以停战只是迫于形势而已 所以捷克军团跟新生的苏尔埃政府谈判 捷克军团放弃大部分的武器 交给红军 换取向东前往弗拉第沃斯托克出海 赴西欧作战的许可 因为弗拉第沃斯托克是太平洋港口 从那里绕过大半个地球就可以抵达西欧了 这虽然非常远 但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法 否则你要往西穿越德国人的防线是不可能的 好吧 这样一来两全其美 苏尔一方面赶走这群讨厌的外国人 一方面还能给德国制造点麻烦 也不是不行 而且这样捷克大便就可以回家了 好吧 走吧 问题是这条道路是极其漫长的 因为他们必须横穿整个俄罗斯 要从靠大西洋那边走到靠太平洋那边的港口 我的天啊 更糟糕的是很多仇人在路上等他们 他们会狭路相逢 因为此时苏尔根据合约 正在将大批俘虏的德澳战俘 遣返回西线 那路上就会碰到了 在德澳战俘眼中看来 这群捷克军团是叛徒 但在捷克军团眼中看来 这群德澳士兵也是敌人 双方的摩擦不断 所以这怎么可能不出事呢 事情发生在1918年5月 在乌瓦尔地区有个地方叫车里亚宾斯克 这种俄罗斯地名都超难念的 事情爆发了 一个匈牙利战俘呢 用石头丢了捷克大兵 然后捷克大兵开枪打死这个匈牙利战俘 当地苏尔政府很快就逮捕了开枪的士兵 并决定处决 但捷克军团怎么可能放任自己人被苏尔政府处决 他们迅速抢回了士兵 而且还占领了车里亚宾斯克城 这场冲突就直接使得双方从原本的默契 转换为敌对关系 导致苏尔的军事领导人 就是有名的托洛斯基下令将捷克军团逮捕缴 当然捷克军团不是不可能束手就擒 要打就来吧 反正我们已经打这么多年世界大战来插这一次吗 他们夺回武器之后呢 就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向东进攻 对 他们就开始狂飙了 这下子捷克军团的作战对象 又从德奥士兵变成了苏联军队 而且还是红军 照理来说 捷克军团在敌军的领土上作战 是不太可能顺利的 因为会孤立无援 毕竟俄罗斯可是有上千万军队的大国 能够让这几万人在家里杀野吗 别的时候不好说 但这个时候是真的可以 因为当时正是苏尔刚刚诞生的时候 上千万的旧俄罗斯撒谎的军队 已经被解散了 而且正在组建中的红军还没有发展壮大 并不像后来红军那么强大 更有意思的是 俄罗斯此时境内 还有一支反对苏尔爱政权的白军 正在反扑中 所以俄罗斯自己内战打个不停 这时候捷克军团出来闹场 正是点中了俄罗斯的一个痛处 我们来帮苏尔红军算一下仗 他们这时候的对手到底有多少人 大概可以分成四批实力 第一批是已经停战 但是仍然在虎视眈眈的德军 这是老对手 第二个是人数众多 但战斗一直不怎么高的白军 这是内战的对手 第三是实力很强大 不过被德国隔绝着 暂时打不到苏尔政权的英法美三国的军队 他们也不喜欢这个苏尔爱政权 最后是人数不多 但战斗力强横 而且就像孙悟空跑进肚子里面一样 在里面大拆台的捷克军团 这就导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 能征贯战的捷克军团 就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他们开着装甲列车攻城掠地 每在一个地方就推翻数额来政权扶持白军 一个月之内捷克军团就沿着铁路向东走 占领了弗尔蒂沃斯托克 而且还控制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的大片地区 之前不是说到沙皇权被处决的事情 是捷克大兵间接造成了吗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此时捷克军团攻下了叶卡捷尼纳堡 为了防止他们解救当地官押中的沙皇一家人 苏尔就直接把沙皇一家全部处决了 唉 好了到了1918年9月 这支捷克军团已经肃清了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红军 这战斗力真是不可思议 这次人数不多 但是杀伤力巨大的捷克兵团 已经成为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了 到此为止 捷克大兵已经做到了前五古人的一个状态 可能也后来者了吧 我难想象还会再发生这种事情 他们由西到东把俄罗斯打出一个贯穿 而且事情还没完 就在此时德军在西线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一度将英法等国军队逼入险境 所以英法就想利用这支英明远坡的捷克军团 重建东方的反德战线 于是协约国就以救援捷克军团的名义 组成联军出兵苏联的远东地区 这支协约国联军打的战争 就是有名的西伯利亚干涉战争 参战方包括了俄罗斯的百二 大日本帝国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法国 意大利 捷克 斯洛伐克 芬兰 大蒙古国 可以说是声势浩大 当时还处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 我中华民国都派出了2300人参战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协约国阵营 这场很少人知道的西伯利亚干涉战争 让日本人入侵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 在那里大肆抢掠 跟苏联结下了邪海深仇 所以多年之后二战结束 苏联把满洲国遗留下来的几十万日本人 统统扣了下来做苦工 大家都说这是为了报当年的西伯利亚远征之仇 现在我们来说说捷克大兵们的结局 之后捷克军团在名义上归属于法军 在协约国的指挥之下援助各路的白军 在捷克军团的帮助之下 白军甚至还占领了福尔加和流域的喀山地区 要知道这里可是沙皇的小金库 系统显示捷克军团的黄金储备量上升 但是就像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是打不过如来佛祖一样 这群干涉部队其实也打不过后来建区强大的苏联红军 毕竟这是在俄罗斯的土地上 一方面协约国这时候也严重消耗了 所以他们也实在派不出什么大军来驻战 唯一能派出大军的日本却是内心有自己的小算牌 根本没有权利为协约国作战 他们搞出了一个亲日的东方共和国 当然也跟俄罗斯结下了血海深仇 这故事以后我们有空再说吧 再加上本地的俄国人也不欢迎这群外国人 所以军团士兵开始士气低落 而且红军摆脱了开战初期的不利局面 越战越勇 到了1918年的9月 红军重夺了喀山地区 这当协约国干涉苏联的军事行动 看起来越来越没有胜算了 好吧 见好就说吧 另外一方面 奥匈帝国此时已经败的土崩瓦解 所以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已经诞生了 在1918年10月 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建国 此时达到6万多人的捷克军团 就开始想回家了 于是在高尔查克白军发动政变 建立起独裁政权之后 捷克军团就开始消极作战 因为扶持高尔查克看起来更没有把握 然后他就开始跟高尔查克保持距离 最后甚至宣布 此时由捷克军团控制的伊尔库斯克一带 是中立地区 两边都不帮 基本上就要退出战争了 到了1919年11月 红军占领了高尔查克的临时首都厄姆斯克 高尔查克带着黄金 仓皇逃窜 由于这个时候 高尔查克的部队都已经土崩瓦解 所以协国就派捷克军团来护送高尔查克 不过就开始黑吃黑了 护送过程很不顺利 沿途都被红军狙击 最后捷克大兵做了一个很没意气的决定 不过他们必须是外国人 没有必要跟高尔查克讲什么意气 他们决定跟红军签下了一个协议 红军放捷克军团回国 捷克军团就抛弃高尔查克 而且捷克军团还可以留下一部分的 俄罗斯黄金当战利品 这红军也算下了大手笔的贿赂 1920年9月最后一批捷克军团乘船回国 连同一些家属总共有67,739人平安返乡 这真的不可思议越打人越多 那笔俄罗斯的600吨黄金 他们也拿到五分之一作为战利品 回国之后他们就用这笔黄金 在布拉格开了一家银行 就叫做军团银行 现在在营业 我们来算个总账吧 在西伯利亚这场战斗当中 除去投奔白军和红军的 捷克军团总共战死4000多人 但这些牺牲是有价值的 战后捷克斯多德法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 得到列强的承认 军团当中的很多人就出任了 这个新国家的军政领导人 看来果然是枪杆出政权 这群捷克大兵不但很能打 还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希望你会喜欢 也希望你可以持续订阅支持 我们下次见拜拜